1.8 的 19 年的 那這台車其實 因為最近幾年來 其實像這樣 側拉門的 車款很少 因為這種的上下車 對乘客或者是對長輩 尤其是長輩來說還蠻方便的 所以這台車就變成是 最近還蠻熱銷的一個車款 但是這台車的懸吊系統 Toyota它的車系 最主要就還是以舒適 所以如果市區代步 或者是說像經理的 太太自己來開車的話 應該都還好 可是如果有要像開三路 或者是說車友有比較 稍微有熱血一點的話 這樣的底盤懸吊系統其實是不太夠用的 所以通常 車友在板上詢問的話 會有兩個選項 第一個要不就改避震器 第二個要不就把輪胎跟鋁圈的規格 把它加大 把這個扁平比 像這個原廠的輪胎尺寸 是15吋的 規格很小 185、60、15 要不就升起16吋 甚至是17吋 讓這個扁平比 這個扁平比的一個幅度 再縮小 輪胎尺寸加大之後 這個扁平比就縮小 所以它的操控性的話就會更好 那當然啦 在輪胎鋁圈規格加大之後的穩定度也會更好 那扁平比變薄了 我們在過彎時候的側傾幅度 也會稍微小一點點 可是過彎時候的側傾 主要還是來自於彈簧跟避震器的一個側傾 所以最主要的 改裝的話還是建議 改裝避震器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 輪胎鋁圈也是可以考慮的一個方向 那這兩個基本上改裝之後 它對Sienta一個操控呢 大概就都夠了啦 就都夠了 除非是有再更熱血的需求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原廠它的避震器 原廠的話前面 這個也算是中小型的車子 所以它的前面呢 一樣是維持賣花城的懸吊系統 那這台車它上方的話 是沒有一個上座設計 如果有上座設計的話 像是Wish 像是Artis 像這樣的小車的設計的話 在Yaris Toyota的Yaris 或者是Honda的Fit Suzuki的Swift之類的 都是類似這樣的設計 它沒有上座 它有一個指推軸承 然後上方的話有一個橡皮 所以它都是一個小車的設計 那前面呢 這台的引擎配置的話是1.8升 所以前方彈簧的話 我們配置的是200長7公斤 這個200長7公斤 還有點故事喔 如果 比較早期的話 KT的配置是配一個直捲彈簧 那直捲彈簧它回饋起來的路感呢 會比較直接一點點 所以一般車友都會覺得 有點太運動化了 所以我們打了一條200長7公斤 是一個大型燈籠狀的彈簧 待會再跟車友們來介紹 那一條彈簧就會變得很舒適 第二個就是這個後方的懸吊系統 這個懸吊系統 如果車友們有看過經理 在其他車款直播的話 就可以看得到這樣的一個形式 這個上座跟Toyota Artis 9代、10代、11代的Artis很接近 它有一個上座的設計 它算是一個拖一臂的系統 拖一臂的系統 正常來說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 但是這個設計的話 它跟Artis 或者是跟Wish 一樣的話它都是做一體式的 所以它的整體的長度 比較短一點點 那這一台車的後方 改裝避震器的重點 有兩個地方 第一個是這個避震器的上座橡皮 第二個是這個的彈簧配置 那這個上座橡皮 有一個重點 因為這個鐵片 上座橡皮這個鐵片 跟它上座的話是很接近的 如果這個橡皮的外徑太小的話 它的上座會做滑動 滑動之後這個滑溼跟這裡 就有可能開球了之後 就有可能會有異音 因為它接得太近了 遇到坑洞的時候 這個滑溼跟這個鐵件 板件的話就會做乾澀 就有口口口的聲音 所以這個橡皮一定要選擇 一定要正確 那這個KT的話都是附一個新品 而且這個橡皮規格 都是跟原廠一樣 所以絕對不會有這樣問題 第二個就是這個彈簧的配置選擇 這個彈簧啊 也許有可能有的是用其他形式的 再做一個轉接座 有可能配到一百六十長 一百七十長之類的 那這個彈簧長度 如果太短的話 它等於限制住後肘的運動 的一個幅度 變成如果彈簧太短 我的路感回饋 就有可能會太直接 就沒有那麼的舒適 但是這台車 大部分的車主需求啊 都還是要存在家人 都還是要維持一定的一個舒適程度 所以後面的彈簧長度 就顯得非常重要了 KT的話 為了這台車開發了兩條彈簧 第一條是一百九十長五公斤的規格 就是像今天安裝的 它的彈簧長度呢 拉到十九公分五公斤的規格 第二個是禁忌版的規格 禁忌版的話 後方的彈簧是一百七十五mm 是做六公斤的規格 所以 KT為了這台車 其實還下了蠻多的功夫 都是做一些專用的規格 給這台車來使用 所以 像是後方彈簧的話 如果要舒適 彈簧長度呢 記得一定要拉長 那我們立刻來看一下 這一個KT 裝到車上彈簧大概的樣子 是怎麼樣 雙載到車上之後 它的彈簧的上部結構呢 是不需要再做轉接的 因為就打算用規格的彈簧 讓它的框鏡 可以直接框在上座的內側 它不會有異音 第二個 它的彈簧長度是足夠的 是好做的 第三個 它的公斤數是五公斤 對於空載 甚至是滿載 都是足夠的 都能維持應該要有的舒適度 所以這條彈簧 就等於是這台車 在選擇避震器時候的一個重點 這個是190上 五公斤的規格 那這台車要調整車高的話 也很方便 這一個彈簧跟避震器是一體的 只要啊 調整這個下座的地方 我們把下座的長度 把它拉長 它的車高就可以變長 它的車高就可以變高了 那車主今天大概有要降低嗎 要降到剩兩指幅 降到剩兩指幅 這台車的話 最高啦 我們大概可以做到30多 最低的話 有辦法比兩指幅更低 而且 在調整車高的時候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 讓它側高變高 所以不論調高 或者是調低 它開起來的沈架的感覺 都是一樣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車裡面的一個調整阻尼的方式 裡面有燈喔 哇 好 來這裡 這個 算是第三排 第三排的屁股的下方 這裡的話 有一個試蓋 這個試蓋 把它拆開之後 這裡有一些卡準 卡準拆開之後 就可以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軟硬度 如果往順時針 就是變硬 逆時針的話 就是變軟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軟硬度 那左邊跟右邊 另外一邊 左邊跟右邊一定要對稱 好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後面還蠻簡單的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 前面的話 只有一個重點 就是 要沿用原廠的上座 軸承跟橡皮 那沿用完畢之後 這個彈簧 的預載量 這個如果板上的話 車友們不用聽這一段 可是如果有紀師看經理的一個直播影片的話 記得喔 當我們上座鎖緊之後 這個彈簧 它是有一個預載量的 預載量的話 像後方的話 KT就已經出廠的時候都已經裝好了 就不用煩惱它預載的問題 可是前面沒有辦法裝好啊 因為它的前面需要沿用原廠 上座之後 把彈簧再做一個預載 那前面彈簧的預載量啊 不是3-5公分 請注意看 是3-5mm 只有一點點就好了 如果啊 這一條前面彈簧 預載過多的話 哇糟糕 可能低速時候的一個乘坐感覺 就會覺得太點 所以前面 這個是第二個安裝的重點 第一個 是後方彈簧的選擇 第二個是 前面彈簧預載的量 千萬不能做得太多 一般紀師不可能會預載太少 因為預載太少的話 它彈簧整個是鬆的 一坐上車就會有叩叩叩的聲音 所以一般來說 通常都是預載會過多 我拿一個捲尺 等我一下 前面的彈簧啊 我們是做200mm 這個是叫自由長度 就是我們彈簧 放在這裡的時候 我一量 它是200mm 那裝到車上的時候 它需要預載值 它的預載值 就會大概落在197mm 到195mm左右 這樣才是剛剛好的 它不可能會是鬆的 鬆的話代表預載不夠 可是如果低於195mm 壓縮太緊 那糟糕了 這台車就會不好做了 所以前面的彈簧 也是一個安裝的重點 第二個就是 剛剛所介紹的 前面這條彈簧 是對顯卡 非常適合的一個規格 它是做一個大 好像一個燈籠狀 所以它的彈簧跟彈簧之間的距離 拉得很開 這個是7公斤的 我們在這裡有標示 200長7公斤 7公斤指的意思是 這一條彈簧只要我施壓 7公斤的力道 它會往下乘1mm 那如果是壓了4公斤的話 它就會下乘2mm 所以這個是 這一條彈簧的規格 就是大概1.8升的引擎 賣花層是很適合的一個規格 那前方的話 這些所有的零件 都是鑽車專用的規格 這個離載鑽的固定點 也是跟原廠一樣 後方的話有ABS感應線 這邊有油管固定架的固定點 全部都是跟原廠一樣 但是它安裝上還有一個重點 這個車友們也不用看 計時要特別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在安裝完畢之後 因為它前面是賣花層 我們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它避震器時會負責旋轉 所以它上部會有一個軸層 那當負責旋轉的避震器 如果這個齒輪狀的托托盤 沒有敲擊緊的話 就有可能會有一個鬆托的狀況 鬆托是還不至於會有危險 可是會有異音的產生 遇到坑洞之後就有咕咕的聲音 所以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記得要把它特別敲緊一點點 才不會造成日後開 久了之後有鬆托就會造成異音的狀況 這個是下面的一個介紹 車高的調整跟後方式一樣的 還蠻簡單 只要把這個整體長度拉長 它的車高的話就會變高 說短的話車高就變低 所以它能調高跟調低的 區間範圍也還蠻廣的 那這台車拆裝的時候 這個是不需要拆開的 還蠻方便的 如果像之前的Yaris的話 這個都需要拆掉就比較麻煩一點 這台車的話它的上座是坐在這裡 這個是避震塔頂 上座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調整阻擬的話 可以看到這個黑色的調整桿 這個就是在調整前面的阻擬時 那調整的方式 步驟有兩個 不論是不是改KT都沒有關係 第一個步驟就是 我們需要先確認好原廠的胎壓值 像這個日系車的話 日系車的話在駕駛座 駕駛座我們把門打開 把門打開才這個地方 就可以有一個原廠建議的胎壓值 這樣拍得到嗎 對 好這個是建議 如果是185 60 15的話 240 KPA 240 KPA 大概啦 如果換算成PSI的話 大概是32到33 PSI 好第一個步驟 我們先把胎壓設定好囉 設定好之後 再來第二個步驟就是來調整阻擬了 調整阻擬的話 左邊跟右邊一定要對稱 前後的話可以不用對稱沒關係 也就是說我前面的話 兩邊都調18段 後面的話兩邊都調15段 這樣就差不多OK了 那這台車是原廠的 還是原廠的胖胖胎15吋 所以我們應該啦 待會的話會先把 KT的話一共有30段 會先把它設定在中間15段的位置 然後再試車 再看看回饋的感覺怎麼樣 再來做微調 那最後一個動作就是做四輪定位 所以這台車在拆裝 其實還蠻簡單的啦 但是有一些特別的細節 不論是不是裝KT的 操作的一個動作基本的順序呢 大概都是一樣的 那KT的話其實我們在 台灣內銷市場裡面 北區有經銷商 中區的話也有經銷商 是飛魚底盤寄演 南部的話在嘉義台南高雄 都有店家可以來幫車友們來安裝服務 甚至是連宜蘭啦 華東甚至連澎湖也都有耶 所以如果車友們有想要試乘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很歡迎跟我們KT的小編聯絡 以上是今天實驗台的直播分享 謝謝所有們 掰掰